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其實剛才一直在聽各位朋友分享的時候 我心裏有一個感動很大 在我們去決定要用雙方的方式去挽動香港民主 我們去搞雙方日議 我知道可能在座也有很多朋友支持我們正中這個運動 支持用雙方的方式去爭取一個民主補充的制度 但是對於相報是有一點覺得好像浪費時間 甚至乎朋友笑我無限相報 今天又相報了 但我相信大家今天來到聽過剛才那幾位朋友所分享 在雙方裡面他們自己的經驗的時候 你知道嗎?其實我們爭取民主為了什麼? 我們爭取民主的就是讓我們每一個人 無論我們是什麼背景 我們都能夠可以在一個過程裡面 我們有發聲的機會 佔中有很多的地方我們都做得不好 例如剛才都分辨到我們那些資料的問題 我們有我們資料的部分 但是我們由一開始 從今天開始去想佔中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一直希望 整個香港的社會 都能夠在整個過程裡面 有機會 有發聲的機會 是能夠一起參與 我都希望大家明白到 剛才阿明說的 我們要求的那個信念和精神 今天就要繼續去相報了 所以沒有辦法之下 都要大家提起 繼續的相報下去 剛才就是講了一個總結 兩個部份的總結 就是我們所有簽訂了影響書的朋友 大家就著上一階段的相報論的內容 就擴充的原則 作出了一些評價 剛才中國市就給了大家 看到它的數據 都會看到那個方向性是怎樣 這些資料也都會是 我們是商量三會繼續討論的時候 所必須會繼續依據的 也都聽過不同的團體的代表 就是小小群體的代表 他們怎樣在相互的過程裡面 他們能夠繼承哪會在參與當中 我們現在一定要去計算 去想就是我們怎樣 推進整個全中行動 一會最後我才會講回回應的 近期一些對於北京政府 對於普選的意見的一些提法 我想先是用很快的時間 因為其實我已經是過了試了 所以用很快的時間 就是把這個決策頭情裡面 所需要考慮的事情 給大家明白 也就是這間主要的時間 其實就是大家就會考慮決策頭情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就跟我說 他說 其實用什麼再去相互的決策流程呢 就是我信得過你 那你告訴我 怎樣決策就怎樣決策 就不用再搞相互了 你經年了 你自己決策就去吧 但我也會去解釋一下 就是今次的這個運動 我們會視為一個 真是希望一個全廣的 我們良好民社會一齊的 是去決策整件事 不只是由幾個人去 作出一個報告 然後跟著他做的 這一種就是民主運動 所以我們怎樣去談 我們都要去談 所以就是那個決策流程的問題 在未來的行動裡面 整個暫中的運動裡面 我們有幾個很重要的決策點 要去做的 第一個就是相對日三 大家在你的資料裡面 裡面是有四號的 但現在我們將那個日子 是改為六號 這個主要是跟場地的關係 因為我們有可能 會需要用到一些地方 是在四號星期間 都是未必可以借用到給我們 那我們就選擇了 五條六號 都是一個公眾假期 來做 一會兒 剛才也有一些朋友 給了議面 就是說選人士都很關鍵 我們現在就選了 一個公眾假期 五條六號 相對三號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說了這麼久 就是談了這麼多原則 我們一定要有一些方案 或者應該說 有一些決定要做出來 這個決定究竟會是一個原則 千濟行業長官的原則 還是一個方案呢 那一會兒大家在書中就會談 究竟我們要擺什麼出來 是去到第一輪的全民投票 那全民投票 就是一個全民授權的過程 其實如果大家看回我們的意向書 都講得很清楚 就是我們要經過一個民主商圖 得出一個建議 然後在一個建議 我們就再經一個全民投票方式 來去交給特區政府的考慮 那我們現在已經將日子 定了是六月二十二號 我們會進行這一次的 第一輪的全民投票 這個我們就會有一個 我們建議一個 應該導致我們有一個很具體的決定 就要交給特區政府的考慮 特區政府會怎樣看我們的決定呢 這裡就會影響到我們有沒有需要去進行 再進行第二輪的全民投票 但是呢 裡面的 所涉及的 什麼時候 什麼條件之下 什麼形式 受到哪個決定 其實都還會清晰 今天我們都希望 我們在討論裡面都會涉及到 所以我們有幾個很重要的決策點 我們需要去搞清楚 第一就是 相信是三個能力 第二就是 第一輪全民投票的處理 還有的就是第二輪全民投票的處理 當中可能涉及很多樣東西 其實可能大家 在收到電郵的文件裡面的時候 可能都搞不清楚究竟 究竟經歷這麼多樣東西 有什麼意義呢 那我會用 希望我可以用十分鐘的時間 可以解決給大家聽 好的重要性 然後大家就去到小組的時候 再深入去討論 剛剛那裡有一個很大的 一個很粗略的一個流程 就是 雙特日三 第一輪全民投票 還有可能是第二輪全民投票 這個呢 這個流程表會比較詳細一些 我們雙特日三 最後會有一個透過一個方式 去解決一些東西 這個一定是會免疫情 另外的方式 因為這個只是 雙特日三的參與的朋友 然後 以這個結果 我們就會將它交去全民投票的決定 就是第一輪全民投票的決定 這個決定 有可能是一個很具體的方案 就是關於這個行政上的 數據辦法的方案 如果特區政府是接受了 如果我們是第一輪全民投票的 補國的決定的話 那其實我們兩輪全民投票的 可以說 已經是成功了 因為我們已經成功 爭取了我們選舉 但是如果特區政府是不接受我們的決定的話 那接著就會出現 剛才我們說的 第二輪全民投票可能會出現的問題 但我們看回現在的決策投票裡面 關鍵性的第一個就是雙特日三的處理問題 和第一輪全民投票的問題 當中的變數仍然有 但是相對上是少了一點 我們今天討論的焦點 其實主要會集中在雙特日三 和第一輪全民投票 但是因為每一個議題本身都相當複雜 所以我們都不會是所有人會傾債 我們會把一半的小組 就會輕鬆是雙特日三類的問題 另一半的小組就會輕鬆是第一輪全民投票的問題 但是跟著還有第二輪全民投票裡面的 所可能出現的一些考慮 其實都現在為止 其實還有很多的變數在 現在我只是將一個很粗糧 在現時掌握到的一些思考 給大家看一看 其他在每一個小組 你用完主要的時間 談完分配給你的轉行 譬如說你責任雙特日三類保留之後 餘下的時間 你會去談第二輪全民投票的問題 另外那半的小組就會輕鬆第一輪全民投票的問題 之後就會再談第二輪全民投票的問題 可能今天在第二輪全民投票的考慮 是不會有一些很確實的變論出到 因為實際有太多的變數在裡面 不過我們希望也開始啟動這方面的考慮 第二輪全民投票會出現的就是 當特區政府是不接受我們第一輪全民投票 即是622的那個決定之後會怎樣做呢 可能特區政府會提出一個有關行政長的反應出來 也都一定會做的 根據政改的5號局 始終行政長一定會有一個議案會交到立法會 始終會有一個議案出來 如果特區政府的議案已經 我們看到是完全不能夠符合到國際標準的 那怎樣去確定它是否是國際標準呢 在3月20日香港大陸法律學院已經邀請了一班的國際專家 會在當天舉行全天的會議 也都會有一些的機會和原則 即是甚麼叫做國際標準 尤其是有關提議的方法 也都會就著很多不同的現有的方案 是否是國際標準會提供意見 那麼和平建宗就會參考這一次的唐達法律學院 今次這一次的有關國際標準的會議 裡面的一些建議或者決定呢 我們會作出的判斷 究竟是否是否符合國際標準 如果是否符合國際標準的時候 那麼我們再經談判也都得到達到一個 國際標準的方案的時候 那麼我們就選擇去準行這個建宗的行動 但是如果特區政府提出來的建議 是能夠符合國際標準的 但是跟我們第一輪全民投票結果 是不相同的話呢 我相信我們也都不可能就這樣 就去接受這個方案 因為我們經過一個全民投票 而得出來的一個方案或者一個決定 我們必須要再去留下就是我們怎樣去做 在這裡呢 我們可能我們占中要去考慮 會不會將有關的方案交給進行第二輪全民投票 但如果 有可能的 因為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會覺得 這個方案其實我們不只是要求國際標準 我們可能要求一些更高的要求 所以有部分的可能占中和民進行 因為我們不需要交的全民投票 反而要求特區政府必須要符合我們第一輪全民投票結果 但是不及到結果的話 可能我們也會選擇前衝 但是如果我們交全民投票的時候 亦都有可能的就是市民是不支持的那個方案 即使他們的合國際標準 可能都未必市民會支持的時候 我們也有可能的所有前衝的人合作 但是如果市民是不接立的 在第二輪全民投票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說 我們也會在國際標準中的能力結束 這個部分有關第二輪全民投票 我可以坦白說就是 排隊的考慮是非常不成熟的 現在我給大家出來 只是在很多不同的可能性裏面 其中一個可能性 在可以和一些不同的朋友經過的時候 大家都未必覺得是要做這樣的考慮 所以今天的討論 我們剛才我提過 我們會有兩部分的小組 一部分的小組 他們會先聽這個商務人殺裡面的問題 然後再談一談第二輪全民投票的問題 而另一邊的小組 就會談第一輪全民投票 然後再談第二輪全民投票 大家呢 因為可能是時間的關係 我可能未必可以用時間和大家 去就算每一個的細點 即每一個的題目再去詳細去談 但我認為大家面對的是 今天大家參與這個商務 我們的目的目的 是希望能夠受注 在每一個決策點裡面要做的決定 的正反的意見 我們都能夠收集到 究竟我們在這個意見裡面 究竟我們應該支持或者反對 某一種決定的方法 我們希望都能夠收集到意見 正支持的意見 反對的意見 而也都在小組裡面 速度員會和大家記錄下大家的選擇 我們會根據了在今天的討論裡面 我們看到的一些儲留的方向 我們會定出最後的決策流程 這就是決策流程 最終我們都會希望能夠得到 所有簽訂這個要求的朋友的確認 我們希望整個的流程 我們都能夠以一個商務的掩飾 然後大家一起去意見 來不出我們最後 怎樣去推動整個的 佔足的感覺 我相信大家現在 在最近我們見到 尤其是最近在北京開會 很多頂導人 或者一些意志派的人士 究竟戰中的法義 我們可以簡單說 真是浪勢空空 對於我們根據保選運動 其實實在是一個可能令到大家 是有很大的衝擊 也都最近的事件 我們看到傳媒那個的空間 我們看到一路一路的深刻 包括我的同學 劉俊濤先生 我們一年同一年 是港大出發的 他所受到的襲擊 其實都是 但是港大出發的 就是港大出發的 我相信在座當中 大家其實可能都有一種 被悲痛的情緒在我 我今天看到的時候 之前在書店都和朋友 都在講到 大家感覺到 其實真的有一種悲痛 可能和剛剛今早 和我們一起遇到的天氣 和今天的 正中的傷口都會不見 但是我自己一路過來 就是仁少和泰國平 都是很天真的一個人 就是泰國官的人 我仍然嘗試 多樂觀一些泰國的廢話 就是 其實最近 批評中博士的這些言論 正正反映著 北京政府是非常體重的 香港的民意 若果他不是看出香港的民意的時候 他不需要 對香港一個最有公信 來做民意而救的機構 作出香港的規模 正正是北京是 正在看出民意的時候 戰衆運動在地內 一連我們所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怎樣能夠 繼續去凝聚香港人的民意 去爭取普選 那種強烈的數量 我們都請大家 去回到我們一年前 差不多一年前 是去年的3月17日 我們三位 石建文教授 朱鎔明老師 和我們一起 發表的和平戰中的信念書 我們講到和平戰中 是一個公民抗命的行動 而公民抗命的行動就是 我們會用盡一切合法抗擊 即現在我們會透過商保 希望能夠突出方案 或者一個決定 然後再交全民投票 然後再有特區政府的行動 我希望大家能夠記住 我們這個信念書裡面的公民抗命 這個信念 我希望大家能夠繼續堅守我們的信念 現在我們看到的正正這些聲音就是 要我們放棄我們原先的想法 但是我們必須要繼續堅守我們的信念 不能夠共同 正如剛才我們說的那個決策流程 當我們有一個方案交給特區政府 然後用盡我們的方法去跟隨 而是公民成功的時候 我相信在座 很多位都會跟我一樣 義無反骨的 就會去採取公民抗命前中的難度 但是在這個時候 我們必須要繼續堅持我們原先的信念的時候 在未來幾個月 最重要的我們要是爭取 最多的香港的市民支持 參與我們的雙腳三的討論 亦都是參與在622的全民投票 若我們能夠透過未來的工作 凝聚強大的民意的時候 我相信 北京政府不能夠漠視 我們香港人的一個強烈的討論 但是要做到的話 但是我們不需要 今天來到參加雙方日議的朋友 都是簽了我們的幾項書 但是我知道大家對於方案是怎樣 要做什麼 特首的方案 是否公民提名 不可或決 是怎樣看法 或者戰中的策略 我們的步伐 是否太慢 大家是會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大家會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我在這裡真的很鬆心地去呼籲 大家能夠在這個時候 能夠團結 若果我們不團結的話 在這次的民主運動裡面 我們不可能成功 我們放下我們自己最理想的要求 但是能夠爭取到大家共同接受到的要求 我們才有機會成功 這個是我中心的 謝謝 今間的參加的討論 我相信大家的討論會很容易跌 會很容易跌 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但是我希望的就是 當我們能夠就著那個決策流程 達成了紅色之後 我們是相對三用什麼方式去進行議決 相對三究竟是議決出幾多個方案出來 或者是否方案 然後交到第一次全民投票 第一次全民投票採用的方式 是用電子的方式 或者是有實體調查方式去做 還是用辭職然後去進行 變相普通的方式都好 無論是怎樣都好 如果我們能夠達成一個就著這個決策流程 達成了紅色之後 我都很希望大家能夠在未來的日子 我們能夠一起共同努力的去推動 由全民投票採用的方案 由全民投票採用的方案 我們所付出的最終是會為香港派遞 真正的補選 真正的突破 真正的希望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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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